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满头包的感觉 但是呢 各位今天站出来 在这个地方进行所谓的公民的审议 各位有没有想想 这是百年来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们平常很难想象 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起讨论公共的议题 我们也很难想象 我们今天的声音有人愿意听 所以不管各位今天出来 是为了什么样的理由 或许是最早的反黑商 换卫民主 或者是长期的对于整个台湾的宪政体制 民主体制失灵 感到不满 感到失望 甚至是看到了整个社会上的不正义 包括土地 包括居住 包括劳工 包括性别 包括刚刚前前一位 我们的原住民朋友 种种的处境 在这个社会上所遭受到的 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对待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站了出来 我不知道究竟我们的这些不同的期待 最后到底有没有可能都实现 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运动之后 都开花结果 说实在的 我自己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都共同希望 我们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站出来 希望可以为历史留下一些记录 那如果说 要有一些具体的什么东西的话 或许 有一个 开始的点 也就是 这一个所谓的 无贸协议 或者是其他的两岸协议 究竟应该在我们的体制上 如何去对待他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讨论 好 那 各位我们知道 我们反黑箱服貌 反黑箱服貌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政府你要谈服貌 大家之前都不知道 国会也被瞒在鼓里 最后 你千万之后 就要大家 吞下去 这个就是黑箱服貌 对不对 所以 很清楚的 如果我们说 今天 我们要在这个运动当中 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作为 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 那么 我们要提出来的 相关的 两岸协议的一个监督法制 就必须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好 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我想问问各位 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在 相关的法制上去要求 几个很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 资讯要公开 是不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要求 公民要可以参与 在整个政府进行 两岸的交流 官方的交流 要签订任何的书面的协定的时候 公民要可以参与 第三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要求 相关的作为 要有事前的 真实的影响评估 然后我们要要求 影响评估 倘若发现了一些 负面的影响的话 应该要具体的提出 回应的 救济的方案 再来 第四个 我们甚至就应该要要求 政府要负起他的义务 不能够 对于公民 社会所提出来的 所有的问题 一概自知不灵 一概 装聋作养 我们在 过去的十六场 到二十场的公听会当中 不断的提出各种的质疑 但是 政府的回答只有 四个字 三个字 三个 英文跟数字组合的 叫做 DJ4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说明 或者他解释 就是随便跟你解释 随便呼隆一下 关键的问题 不需要进行 所以如果我们要立法的话 我们四次就应该在 这样的一个法律里头 去要求 政府有义务要提出说明 有义务要提出文件 有义务要提出证据 来证实他所说的 利益极大话 伤害极小话 这样的一个诉求 他们也在做诉求 但是 诉求总是要提出证据来嘛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在立法里头 要求 政府有义务 再来 国会 的监督 国会的监督要能够实时监督啊 国会的监督不是一个 一个 名义上 形式上存在 但实质上根本没有存在的一个监督 国会要能够决定说 到底这样的一个两岸协议 它的性质是什么 需不需要透过国会本身的实质審查 还是你行政院 行政机关说了算 说啊 这个只是小事 这只是需要 这个只需要动到行政命令 不需要动到法律 因此不需要立法院省 不需要立法院来管 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要定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话 里头就要有相关的 国会的实质监督的一个相关的规范 在以上我所提出来的这些原则之下呢 民间团体提出了一部法律的草案 名称叫做两岸协定缔结条例 跟草案 我再讲一遍 两岸协定缔结条例 跟草案 或许 大家对于 我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个草案的名称 稍许的陌生 因为过去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两岸协议的监督立法 或者是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两岸协定缔结条例 这样的一个名称 在这边我要做一点点的说明 民间的相关的团体 包括反黑商 服贸民主阵线的 长期来一直要求说 这个这样的一个两岸交流必须要立法 两岸协议必须要有监督 所以两岸协议的监督立法 这件事情是喊了很久 在上个立法院的会期呢 在业党大概提出了七个相关的法律的制定 或者是修正的版本 送到了立法院 但是这七个版本 统统都被挡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不得其门而入 没有办法进行审查 就是卡在那里就对了 你送进来七个版本 放在那边 一动也不动 当然 马江政府的说辞 或者是国民党党团的说辞是说 在业党所提出来的版本里头 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概念 可能是违反宪法的 比如说 台联党所提出来的 跟民党党可能也是有提出来的 就是所谓的 台湾与中国的两岸协议 这个监督的条例 一讲到台湾与中国 就跳起来了 说这个叫做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姑且不去碰触 那一条敏感的神经 但是我相信 我刚刚一开始所提出来的几个 立法的基本原则 包括资讯公开 包括公民参与 包括影响评估 包括政府有义务 包括不会有监督的前线 等等的这些大的原则 在场的各位 不管你的内心里头 不管你对于统独的立场是什么 没有人会反对 也没有人应该去反对 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 民间版希望提出一个 可以超越这些争议 然后把所有的问题的焦点 集中在我刚刚所提出来的 这几个原则当中的这些重点 然后去拟出一个可行的法律出来 希望以这个当作是基础 来汇聚大家的一个共识 所以提出了所谓的两岸协定 递结条例 两岸协定递结条例 它其实有一个背后 这个名称有个背后的理由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 其实不仅现在我们政府 跟对岸的政府来进行签订 相关书面协定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 不仅如此 是我们的政府跟其他的国家 在进行这个书面的协定 包括签署条约上 这个相关的规定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 不可能很难相信这样一件事情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政府在签署任何的国际上面的 书面协定的时候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法律加以规范 在之前曾经提出来一个叫做 条约递解法的草案 条约递解法到目前为止 也仍然没有完成单独 好一点的是 条约递解法的草案 已经经过程序委员会的通过了 所以现在是在委员会的 就是复委的阶段 复委审查阶段 所以为了要去呼应条约递解法 所以民间版的名称才叫做 两岸协定递解条例 这是一个呼应 要呼应你说 国际上要有条约递解法 那么两岸之间至少至少 你如果不能够比照 你不能够准用所谓的条约递解法的话 你也要有一个两岸协定的递解条例 这就是民间版 之所以以这个名称当作是 我们这个草案的名称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理由 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手上都已经拿到了 这个民间版草案的书面 如果各位手边没有的话 我建议各位等一下进行讨论之前 务必要读一下里头的条纹 里头的条纹的设计 这个设计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这个观察的点就是说 国民党一直提出来说 他们已经有提出所谓的四阶段的监督机制 四阶段监督机制呢 以足以来解决两岸签署任何书面协定上面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不需要立法 各位知不知道 他们所谓的四阶段的监督机制的内容是什么 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国民党所谓的四个阶段的监督呢 大体上分为哪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他说叫做议题形成阶段 第二个阶段他叫业务沟通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叫做签署前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叫做签署后的阶段 不管是这四个阶段哪一个阶段 行政机关只附有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跟立法院说明 说明 只需要说明就好了 说了就可以了 立法院你只要听听就好了 耳朵里头有没有长毛没有关系 只要听听就好了 你如果不高兴 所以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四阶段的监督机制 民间版很清楚的去订出了行政机关想要进行这种两岸书面协定的一个签署的话 你应该要从一开始提出协定递节的计划开始 就要征求公民的参与 要有公民的意见 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递节计划之后 你要跟国会进行报告 报告完之后 你才能够去进行协商 协商完之后 你必须要立刻将资讯公开 并且进行影响评估 民间对于政府所做成的影响评估 可以提出对应的影响评估 如果两者也就是机关 政府的影响评估跟民间所提出来的影响评估 内容相同 大家都说好 大家都说赞 那就没问题 你就去签吧 大家都认为是利益极大化 伤害极小化 那你就去签吧 但是如果 民间版的影响评估 跟政府所提出来的影响评估 在内容上有不同的话 那么立法院就必须召开听证会 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听证会 来解决 来厘清当中的一个事实争议 到底是你说的对 还是民间说的对 到底你说的第一集大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的证据在哪里 立法院有这样的一个权限 来举办这个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面 常换证人来做说明 证人在上面讲话 不能够胡周 不能够你爱讲什么 因为你收了一点 这个政府的经费 所以你就帮他讲话 但是背后有没有 真正的资料 并不清楚 他也不在意 不行 听证你必须要 不能够做虚伪的陈述 你不有一个真实的义务 要讲真的 讲假的 你会有事情 有了这样的听证之后 我厘清了相关的争议了 这个时候 如果立法院认为说 你当初评估有错误 我可以要求你重启协商 可以要求你重启协商 而不是今天在那边 耗在这里 说叫他退回 他就今天跟在那里 所以我们的民间版里头 清楚的讲说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立法院可以要求行政机关 重启协商 好 如果协商 最后就是 OK 大家都同意了 那去进行签署了 才会有事后要送到 立法院进行审议的时候 到底要以 被查的方式 还是要以审议的方式来进行 那相关的这个权限的争议 我们在民间版里头 也有相关的规定 怎么样去解决 行政院如果用被查案送进来 那立法院不认可的话 如何去解决这样一个纠纷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台湾经过了 非常长一段的时间 各位今天才可以住在这里 我们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的努力 前辈的努力 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才能够住在这里 我们才有今天的一点点的人权保障的可能 这样的一个果实 必须作为两岸进行官方交流的一个基础 两岸的交流不能够违背人权的保障 两岸的交流 倘若侵害了我们的基本人权的话 包括我们的宪法所保障我们的基本权 以及两公元保障我们的各种权利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两岸交流是不可以的 被侵害权利的个人也应该被赋予相关的权利救济的可能性 你可以提起司法的救济 你可以要求侵害的一个救济的补偿等等 好那以上呢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民间版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原则 跟重要的这个价值的一个取向 那接下来就